实时求是讲问题 误告陷害要追责 那不是二单元的误告吗 嗯 就是违章搭建被拆了的那个 啊 他怎么了 听说他家的违建被拆了以后 他到处举报 在网上发帖子 编造街道办的陈主任 滥用职权 贪污受贿 据说 连带着把区领导也给举报了 啊 纪委调查了吗 调查了 陈主任没问题 前几天还给他澄清了 那误告不就是乱举报吗 可不是嘛 瞎编乱造 胡乱举报 可是违法的 这里提醒一下 误告陷害他人的 纪检监察机关 将一归一纪 依法严肃处理 如果涉嫌犯罪 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当然 纪检监察机关会注意区分 误告陷害和错告 严格按照规定和程序 认定误告陷害 诶 那被连带举报的区领导呢 听说 这种好像叫什么挂名举报 就是说 有的人为了引起重视 把事情搞大 就把一些领导名字 写进去拨眼球 实际上跟人家没有关系 挂名举报 不但对解决问题没有帮助 反而会干扰 纪检监察机关 对举报件的研判 所以说 举报要实施求是 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是谁的问题 就反映谁的问题 绝不能东拉西扯 张冠礼贷 纪检监察机关 欢迎大家提供举报线索 一方面请举报人通过正规渠道 依法有序如实举报 这样可以更加准确高效地解决问题 另一方面请遵守国家法律法规 不能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 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 让我们正确行使举报权利 共同维护好信访举报秩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